在遥远的宇宙中 一颗叫做布兰星的星球 上面居住着金木水火土 五大蚂蚁神族 战争打破了一击 黑翼魔王勾结远古甲竹入侵 虽然被五大神族联手击退 然而战火仍未完全扑灭 百废待兴的布兰星 急需一种强大的力量 来重建家园 五大天尊把布兰星的权力象征 定界天碑交给五名使者 五大使者在宇宙中不断寻找 终于在地球的中华大地上 找到了华夏文明的精髓 五个使者不断学习和探索 终于将五常文化的能量 凝结成仁 义 礼 智 信 五颗灵珠 最后注入定界天碑 带回了布兰星 联合布兰星上下的智慧 诞生的智慧之珠 代表了正义将邪恶驱赶而散的力量之珠 爱心之珠在蚂蚁中彼此传播 诚信之珠将五大神族紧紧连接在一起 还有洁净心灵的美丽之珠 从此布兰星成为科技与文明高度发达的星球 蚂蚁首领深知 布兰星的复兴来之不易 于是在定界天碑中心 用天尊神光铸造了一颗代表和平的梦想之珠 和平是布兰星人共同的梦想 一千多年前 五大使者带回了拥有五常文化的定界天碑 才有了布兰星的今天 尊敬的天庙皇后 您今天召集我们不会准时来上历史课的吧 当然不是 你们是从五大神族挑选出来的精英 火葱葱 金彤彤 水灵灵 土豆的木吞吞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们来完成 蚂蚁博士 是 亲爱的五行蚂蚁们 守护宇宙和平是我们的终极梦想 如今梦想之光已经降临 这就是定界天碑 凝聚了五种不同的能量 还有梦想之珠和平的神力 我要你们带上定界天碑 将智慧 力量 美丽 爱心 诚信的五常灵珠 传遍宇宙 守护和平 灵珠起源于地球的中国 所以你们第一站先前往地球 让地球变得更加美好 哇塞 我们要和传说中的五大使者一样 环游宇宙了 布兰星的梦想就托付给你们了 为梦想出发 远古一战 暗黑魔王始终无法攻陷布兰星 这个暗黑族伟大的使命 现在就由我来完成了 只要把定界天碑抢回来 我们就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统治布兰星和整个宇宙 风小小 雷阵阵 我用暗黑魔法赐予你们更强大的神力 你们俩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是 去吧 踏上雷铃把当和风暴号角 遵命 阎明将军 我等这个付出机会很久了 一定要记住不能破坏任何一颗灵珠 顶界天碑的能量 我要全部收入囊中 遵命 我们要埋伏在这儿 等待抢夺灵珠的最佳时机 等半天肚子都饿扁了 什么时候才是最佳时机呀 你就想着吃 要付出命令 让我把抢夺计划重新再复习一遍 还复习呀 最佳时机早就过去了 看 咱们要走了 不早说 好 采取B计划 跟上 准备星际穿梭 准备星际穿梭 好漂亮啊 马上就要完成任务了 苦练这么久的枪法 英型无用武之地了 快要进入地球大气层了 我们准备释放灵珠的力量吧 准备启动能量系统 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常灵珠呀 抢夺灵珠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了 停下停下 你们这些愚蠢的蚂蚁们 天都不许动 双手抱头 背靠一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呐 我们 我是布兰星最有天分的科学家 还有我还有我 我是布兰星最有天分的知悟 不对 是最有天分的 美食家才对 灵珠在你们手中简直是大财小用 应该交给我们黑魔一组 原来是天明将军的手下 早就听说 天明将军对灵珠虎视单单很久了 可真不走运 今天你面对的是布兰星最强的战士 哎哟 口气好大呀 等你看了我的真正实力再说吧 天旋 雷波 大家小心 这家伙可以操控电流 叫出灵珠 否则我就毁掉整艘飞船 可是 毁掉飞船 我们俩不会也挂掉吧 呃 这个 好像有点道理啊 智商好低啊 那就来硬的 给点颜色他们瞧瞧 我懂的 老大 暴雪龙卷风 去吧 老大 我厉害了 冯小小 干得好 保护灵珠 保护灵珠 烈火优秀 哈哈 在这里 弹土飞锁 水灵灵 接住 灵灵水炮 金刚四连区 灵木召唤 请注意 请注意 飞船将马上进入地球大气层 呵呵 时间刚刚好 启动装置 休想释放灵珠 天线雷魄 呃 能量释放释迈 下达指令 更有些硕降地球 能量释放释迈 能量释放释迈 下达指令 更有些硕降地球 能量释放释迈 哦 爸爸 房间好像有什么声音 一定又是灵芝那只猫 别管它 哦 好像 是一个人类孩子的房间 发生什么事了 我探测到飞船坠毁了 不是 任务失败了 我们被黑魔军团偷袭 五常灵珠已经被毁掉了 是我忽略了天明将军的野心 不过 有博士没难事 我刚探测到 灵珠并没有被毁掉 但每颗五常灵珠分裂成八颗小灵珠 你们要集齐所有的四十颗小灵珠 才能返回布兰星 这么说 布兰星的梦想还可以实现 嗯 太好了 博士万岁 先别夸我 好戏还在后头呢 这是我的最新发明 现在送给你们 启动宇宙冲动传送功能 它们分别是 烈月金刚 黄金骑士 神木战神 泡宝仙子 还有大帝巨人 哇 是神尊机甲 你们现在地球建立一个隐秘的基地 等收集到小灵珠后 会有更大的惊喜哦 是的 不是 就这样 为了集齐四十颗小灵珠 五行蚂蚁在陌生的地球 踏上了它们的追梦之旅 可是 它们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原来五常灵珠每被毁掉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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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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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到了 環境真不錯啊 到處搜搜 我懂的 老大 好險啊 看來這地球還是太危險了 我得回去把神尊機甲帶上 你們先等一下 不好 老大快躲起來 快躲起來 啊 我們剛離開一會兒 怎麼亂成這樣啊 肯定是土豆都幹的好事 別管了 博士來消息了 嗨 見到你們很高興 代表美麗的李希小鈴珠出現了 太好了 任務終於可以開始了 地點是上海的標誌性建築物 東方明珠 我知道 東方明珠是上海的十大景觀池 好了 別說這些了 還是趕緊出發吧 是拔米 博士 你沒事吧 憋無妖精 我們駕駛神尊機甲出發 好啊 五星召喚 燃燒吧 美麗的焰火 烈焰金剛 燃 五星召喚 五星召喚 戰鬥版 力量的源泉 黃金騎士 立散營 太好了 風小小 把箱子戴上 為什麼 哎呀 我們不是白來的 別問了 快走吧 他們倆怎麼還沒來呀 水靈靈 瞧這個糖葫蘆好甜 水靈靈 你嘗呢 我才不要 我蹭蹭 他們回來了 哇 左上機甲好帥呀 我的機甲一定更帥 我們這次去上海的東方明珠 博士發現 那裡有小靈珠的信號 快上來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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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都準備好了嗎 為夢想出發 嗯 嗯 嗯 啊 我們到東方明珠了 快 我們快點過去 超能板太遭到小靈珠在東方明珠第二個半球上 別飛過了 不早說 我已經停過這次的半球 嗯 那我們在第二個半球會合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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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嗯 哎呦 powiedz 好暈喔 嗯 不知為什麼上面突然刮起了風把我們吹了下來 嗯 我屯屯不會有事吧 嗯 那 啊 啊 不用急 看我呢 莫吞吞 你醒啦 大家都没事 太好啦 嗯 怎么突然起风啦 刚才算你们走运 躲开了我们的龙卷风攻击 可恶 原来是你们在搞滚 真搞不懂不拦心 为什么要派乌鹤之重来地球 冯小小 快把箱子扔给我 我懂的 老大 你说谁是无可之重啊 我们可是 这是 没错 正是你藏在被子下面 画着地图的小被裤 连一胖尿都管不住的人 还有什么资格探梦想 优秀脸 画地图 你们这些小偷怎么可以随便烂在火葱头的东西 看看 这是金童童你的美少女枕头 原来你有一颗少女的心呢 哈哈哈哈哈哈 莫吞吞 布兰星最聪明的植物学家 口师竟然得了个大鸭蛋 大鸭蛋 抱我回家 土豆豆 这是你的奶嘴 是不是你在半夜里吃着奶嘴喊妈妈呀 妈妈 妈妈 啊 没想到水灵灵以前竟然是个小胖妞 哈哈哈哈 真怕都眨不见眼睛啦 你们太过分了 看招 不好 我的超能板 这是个好东西啊 原来你们就是用这台超能板来找到小灵珠的呀 啊 是雷震震 怎么会是你 啊 因为五星蚂蚁已经被我打败啦 不可能 他们是布兰星最出色的战士 尿潮画地图 考试包鸭蛋 一个树呆子 一个绑妞 这就是你说的最强战士 哈哈哈哈 你口口声声说 要成为布兰星最伟大的科学家 却揭露别人隐私 连基本的尊重都学不会 你的梦想永远只能是个空想 看我的最新发明 天外悲端咒 老大 你没事吧 还好没事 老大 你醒醒呀 我们找到小灵珠了 是小灵珠 快想 小灵珠是我们的 来阵阵 你们俩太过分了 火松松 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在的 小灵珠 原来博士的牢刀神功这么厉害 是啊 应该请博士开个博士学堂 到地球讲中话无话 第一颗小灵珠就这样被他们抢走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你还有脸痴 云甲饿了吗